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是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 和人类现代文明的交叉点 也是新兴思想和传统旧势力博弈最激烈的年代 在长达70年的晚清政治中 涌现了一批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 这其中包括大家熟知的晚清四大名臣 以及林泽徐为代表的一群中兴公骨 这些未及人臣的人物 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人们从教科书以及各类读物中 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这些人几乎垄断了晚清时代的所有光环 留给他人的表现空间并不是很多 但在他们之前 晚清还诞生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他曾经凭借一己之力 几乎扭转要垮掉的大清王朝 只不过其差一招 最后死在了政治斗争中 这个人便是素顺 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 对他的事迹更是知之甚少 但素顺是晚清政坛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活跃在咸丰时代的政坛上 是一位手握大权的铁腕权臣 也是近代洋务运动的奠基者之一 被咸丰皇帝指定为八位顾命大臣之首 就是这样一位满怀热血的公骨之臣 却出师未竭 身先死 在心有政变中 被慈禧和公亲王一熙为代表的利益集团打败 最终落得个斩首的结局 酿成了晚清第一大政治悲剧 爱心觉罗素顺出生于公元1816年 清初时期 正亲王纪尔哈朗七世孙 虽然素顺出身宗室亲贵 但其母亲是正亲王乌尔公阿又买的回女 按照过去的说法 妾室所生之子为贤散宗室 因此 素顺无法封决 直到他成年 还在西四牌楼匹柴胡同居住 依靠低薄的收入生活 因其在家中排行老六 也被称为素老六 而他的嫡兄端华 作为嫡福晋之子 继承正亲王爵位 大红大紫 富贵显华 这样巨大的生存反差 没有让素顺意志消沉 反而让他燃起了向上走的斗志 经过一番等待后 素顺迎来了人生第一个机会 在1836年20岁的时候 被封为三等辅国将军 在侍卫处任职 虽然素顺的爵位为辅国将军 但并非真的将军 实际做的只是日常安保检阅的侍卫 执森亲军以公岛从 大阅则按队还位 说白了就是一个保安队长 身处这样的位置 要么躺平做一个安逸的公子哥 享受大清给的俸禄 要么留心朝政 时刻为即将到来的机会准备着 素顺选择了后者 在折服待发的日子里 他刻苦读书 关心朝政 十余年如一日 对嘉庆以来的中衰及振兴 有自己的见解 功夫不负有心人 公元1850年咸丰继位 此前 素顺的哥哥端华 担任御前大臣 颇受道光信赖 而且 停借铁帽子王的尊崇身份 与咸丰关系密切 端华觉得 自己的六弟是块材料 便将他引荐给咸丰 就这样 素顺这位远之旁系宗士 得以与咸丰产生交集 而素顺也抓住 这一难得机会 初次见面时 便提出严禁令 重法纪 除奸鬼的治国理念 这与咸丰决心整顿 励志腐败的意图 不谋而合 素顺对时局 鞭辟入理的见解 以及朝气蓬勃的意志 让咸丰皇帝刮目相看 这次见面 给咸丰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久 咸丰着其为内阁学士 兼任副都统 护军统领等职 正式开启自己的升迁之路 青史稿记载 文宗即位 卓内阁学士 兼副都统 护军统领 鞭仪史 以其敢认识 见相用 咸丰四年 授遇前侍卫 先公布侍郎 立礼布 护布 此后 素顺转任军士 先后任正兰齐满洲副都统 正白齐满洲副都统等职 素顺不同于 庸庸碌碌的满洲青贵 他最大的特点是 有胆识 敢认识 不仅办事老练周到 而且善于逢迎 咸丰喜好 随着时间日久 咸丰对素顺 郁家依赖信任 从1857年起 素顺先后被提拔为 左都御史 郑红旗汉军都统 李帆院尚书 户部尚书等职 一步步成长为 朝堂一品重臣 1860年初被授遇前大臣 负责向皇帝奏报 要预定召见大臣的人数和名次 是咸丰的绝对心腹 史书记载 御前大臣 体制最尊 国语为之 歌识昂邦 非王公负重望者 罕能认识 不久 素顺又兼任 领侍卫内大臣 总管内务府大臣 襄皇旗汉军都统 上三旗包一之政令 与恭敬之志 凡府 蜀利 护 礼 兵 行 恭之士 皆掌焰 至此 素顺成为咸丰身边第一进臣 出身于皇室宗亲的素顺 虽然从小没过上奢华的日子 但他知道身边的皇室宗亲 是如何荒淫无度生活的 他明白 如果任由这些人继续挥霍国本 不用外部势力把大清击垮 自己人就能把国家掏空 痛恨腐败的他 决定对此通下狠手 于是掌权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整顿官吏 以铁腕手段 来整治自乾隆时代形成的官场腐败 1858年发生误武科场案 时任文渊阁大学士百俊 主持顺天相试 大肆收受贿赂 严重舞弊 比如某其人平灵 除了会唱两口好皮黄 义无所长 居然高中第七名 在被御史告发后 素顺奉命查办 办案期间素顺秉公办理 不逊私情 最终在素顺的立主之下 共计惩处各级官员91人 文渊阁大学士百俊 兵部侍郎李赫玲 主侍罗宏义等人被处斩 这一案子让素顺名声大噪 同时也认识到他的手段 深知他并不是走过场 而是提着脑袋和腐败的官场应拼 此后不久 素顺以户部上书之职 前后历史两年 彻查户部保抄案 咸丰继位时 大清已经有了衰败的势头 国内农民起义一波高过一波 其中势力最大的当属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 由于户部钱响匮乏 清廷决定由户部设立保抄处 和官前总局发行钞票 以弥补财政不足 结果官抄滥发 不仅没有疏解财政困难 反倒使民间通货膨胀 物价飞涨 而官员们一边贪污挪用公款 一边与商人勾结谋取暴利 1858年底 素顺处理完科举舞弊案后 便开始整顿财政 在他的重拳出击下 超莫户部司员 商户及满族宗室数十家 数百官员被处理 在短短两三年里 素顺严打贪污腐败 严惩独职失职 整肃官场正风 朝廷立志位之一阵 使乾隆后期愈演愈烈的腐败风气 有了很大改观 在处理内政方面 素顺面对大清的颓势 显露出万人皆睡他独醒的政治敏感 他认为必须重用有能力的汉族官僚地主阶级 才有机会止住败局 因此经常清满员而亚众汉人名流 甚至达到谦卑恭敬的程度 素顺家中虽然不富裕 但却广泛招纳名士 以至于出现一时名士 贤从之游 底中克长满的情况 同时 素顺为平定太平天国 实现同光中兴 不拘一格地提拔汉人人才 像曾国藩 左宗棠 胡林毅 郭松涛等杰出汉族官员 都在他的支持举荐下取得成就 尤其是左宗棠 左宗棠年轻时嗜财傲物 锋芒毕露 曾得罪永州总兵樊谢和胡广总督官文 遭到两人联合弹劾 咸丰令官文一经查实 就地政法 素顺听说左宗棠有大财 便联合曾国藩 胡林毅等官员 上书力保左宗棠才使得左宗棠度过危机 另外 他还暗中帮助曾国藩组织地方团练 放手让其去干 素顺对汉人的优待 赢得广大汉族官僚的拥护 对外方面 素顺展现出强硬的手段 尤其是在对沙俄要求强占外东北领土谈判过程中 丝毫不惧怕俄国人的威胁 维护了民族尊严 对黑龙江将军义山 私自与沙俄签署的爱魂条约拒不承认 强调一山既无权权证书 又无正式官方 不能代表清政府 因此 爱魂条约无效 对于俄国使臣的武力威胁讹诈 素顺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 对其无理要求逐一驳回 以至于沙俄驻华公使伊格纳提耶夫 公开对西方国家喊话 有权势的素顺是与欧洲为敌的头号坏蛋 他已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 必须将全部欧洲蛮蟻赶出中国 有些人是有结束的 谁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在风云变换的历史规律中 个人的能量再大 也会成为被摆弄的棋子 1860年 英法联军攻进北京 咸丰以北寿名义 逃至热河避暑山庄 当时陪在咸丰身边的正是素顺 在热河期间 素顺兼任御前大臣 内务府大臣 户部尚书 携办大学士 及领侍卫内大臣 统领行在一切事务 咸丰对其更是信任有加 可谓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不过此时的咸丰已经病危 素顺为防止 叶赫纳拉日后善权 建议仿效汉武帝 刺死太子生母 勾异夫人的做法 及早除掉他 以免后患 这个想法让咸丰有点吃惊 他认为 叶赫纳拉只是一介女流 不会对大清造成威胁 没有采纳素顺的建议 不巧的是 素顺向咸丰建议 刺死叶赫纳拉一事 并没有严格保密 事后透露了风声 并被叶赫纳拉知晓 使叶赫纳拉对素顺恨之入骨 这里的叶赫纳拉 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 1861年7月 咸丰并重弥留之际 传誉 皇长子玉明 现立为皇太子宰纯 驻派宰员 端华 锦寿 素顺 穆英 匡源 杜汉 娇佑营 尽心腐弊 赞乡一切政务 被咸丰指派的八位大臣 史称顾命八大臣 也被称为赞乡政务王大臣 素顺虽排在第四位 但实际权力最大 是八大臣中的核心人物 权势宣赫 盛极一时 然而 圣龙的背后 却隐藏政治危机 原因在于 咸丰遗诏有巨大漏洞 虽然顾命八大臣 有赞乡执政的权力 但欲赏 同道堂两枚代表决策权力的大印 却分别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掌管 对八大臣的权力形成极大制约 同时 八大臣中 宰元 端华 素顺为旁之宗室 景寿为外戚 其余四人为朝臣 以义兮 义宣为代表的地印直系宗室 均被排除在外 从职务上看 八大臣主要由文官和军机大臣组成 既无内阁元老 也无军方代表 职务最高的素顺 不过是携伴大学士 级别为从一品 根本难以服众 而且五名军机大臣 有四名成为顾命大臣 只有文祥被排挤出去 至于手握重兵 在外征战的兵部侍郎圣宝 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更是不满 宰纯的生母义贵妃叶赫纳拉氏 是一个十分有政治野心的女人 她鼓动咸丰皇后扭护路士 与八大臣争权 素顺得知 自己建议赐死叶赫纳拉一事 已经走漏丰盛 也知道 叶赫纳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素顺为抑制叶赫纳拉 刻意在礼仪封号上 对其进行贬义 但慈禧也有自己的亲信 由于皇帝年龄又小 无法掌断国事 此时 御使董元纯 在内阁大学士周祖培的授意下 上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证 但遭到素顺等八大臣抵制 甚至当面发生严重冲突 据史料记载 素顺等人字意咆哮 萧萧致变 以无人臣礼 素顺生镇垫臂 天子精部 至于剃气 一逆后衣 小皇帝竟当众被吓尿裤子 可见现场情况的紧迫 为了进一步和顾命八大臣争权 此次极需要一位帮手 于是 公亲王义夕走进了他的视线 公亲王义夕借前往热河奔丧之际 与慈禧秘密会见 达成联合推翻八大臣的共识 义夕回京后 利用各方势力对咸丰遗诏的不满 成功将内阁 军方势力 及军机大臣文祥等 拉到自己的阵营 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八大臣政治联盟 此时的素顺 虽然看到慈禧和义夕的动作 但仍然没有感觉多危机 他觉得自己是咸丰亲典的顾命大臣 谁也不能把他怎样 轻敌是要付出代价的 于是 一场危机在等着素顺 后来 两宫太后召见素顺等人 提出让纯郡王义夕出任部军统领 当时担任行在部军统领的是端华 两宫太后提议的义夕一向规矩老实 素顺并没将其放在眼里 也就答应下来 至此 两宫太后和义夕在京城设下包围圈 只等素顺等人上钩 1861年7月 大型皇帝子宫由避暑山庄起驾 宰纯和两宫太后赔灵回京 但只赔了灵驾一天 叶赫纳拉就以皇帝年龄小 两太后为年轻妇到人家为借口 从小到赶回北京 他们一路不顾风雨泥泞 一刻不停跑回北京 第一时间照见一夕 决定发动政变 一夕看到机会到来 将实现准备好的计划和盘托出 慈禧下狱旨宣布 素顺等人大逆不道等各大罪状 将其革职并逮捕陪同其回京的宰员端华 然后命易轩率军抓捕素顺 此时的素顺还在护送咸丰子宫回京途中 依旧被蒙在鼓里 行至密云被易轩抓捕 随后下狱 清廷决定将素顺 宰员端华三人以大逆不道之罪 凌迟处死 但鉴于三人均属宗室 宰员端华为亲王 身份显贵 故赐自尽 素顺为旁之 判斩立决 因为素顺长期以来的铁腕强势做派 及科厂 钞票两岸得罪人太多 所以满洲奇人在听说素顺被问斩的消息时 无不交口称快 被他处罚者的家属 接驾车载酒 食付稀释官至 不少人捡起瓦力泥土朝他扔去 其面目血肉横流 模糊不可变 然而素顺依然凛然不屈 行刑之际 更是四口大骂慈禧 不肯下跪 跪着手用大铁柄敲断他的双腿 才不得不跪下 然后伸手易触 至此晚清一带乱世 能臣魂归九全 可以说 素顺作为晚清最后一位权臣 展现出铁腕扫除击毙的能力勇气 但其自傲跋扈的性格 也为自己的下场埋下伏笔 不过不管怎么说 朝堂之上再无能臣 大清颓势日甚一日 以至于素顺被杀的消息传到江南 乡军主帅曾国藩惨然道 此冤欲也 自坏长城已 京城之中 能使大体之势 除素顺外 积无他人 而慈禧作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 和他们的代表 开始了47年的独裁统治 不久 他便和外国侵略者 共同血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并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 纵观晚清历史 帝国的衰亡 并不是由于国内无能臣 也不是因为国力不支 而是当权者 把国家当作自己的私有玩物 为了一己私利 把整个国家踩在脚底下 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败局 速顺的结局是令人惋惜的 同时也说明 政治斗争最终拼的是根基深浅 而不是一腔热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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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